要拍板花冬提名人选 5号傍晚6点多党主席蔡英文召开选对会讨论 副总统赖清德 新军事长苏正昌坐车陆续开进总统官邸 但这时候有个穿着红衣的身影突然走近 或许是担心最后提的人真的不是自己 争取台龙县提名的前立委赖昆成 亲自送来一本爱的美顿书 判透过警卫转交到总统手上 只是一个小时后车辆陆续离开 结果也出炉 花莲县建议征召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参选 立委刘兆豪则将6度参选台东县长 预计6号中职会上与嘉义市李军毅 张华县黄秀芳一起被提名 但赖昆成似乎心有不甘 脸书写下蒜蕾国语还是台语 似乎也在大酸 刘兆豪毕竟拍板之前赖昆成炮火就没停过 刘兆豪如果这一次要6度代职参选 台东人大家在问大家也知道 用膝头上就知道 绝对是输得很坏坏 确实我之前曾经参选过几次的县长选举 难免会有人以此为嘲讽或者是攻击的一个方向 反观台东人选闹得沸沸扬扬 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则是相对没悬念 我的人生第一个选举就是选县长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但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是炮灰 旧战斗未至绿营新旧人马相继出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甘请订阅开启小铃铛